人人净说清贤好 谁肯逢贤贤自身 不是逢贤贤不得清贤启事 等贤人 这两天呢 有好朋友在留言区就给我留言了 听起来应该是一位年轻人 他问我呀 说为什么在这头开书之前 都要念两句诗词呢 这叫定场诗 实际上这定场诗啊 是这个相声门啊 评书门的一门功课 因为这过去艺人呢 都是现场说书 也就是说在书馆茶馆里说书 这下边的观众在头开书之前 干嘛的都有 乱了轰轰的 就像炒蛤蟆坑一样 说书的老先生登上舞台以后 立刻就把点开书 这不行这个 为什么呀 因为这台底下还乱着呢 开头一段书啊 人家都听不清你说什么 越是听不清呢 他们台下就越聊天 越是聊天啊 他就越听不清 那这就进入了一个死截的恶性循环 哎 这书都听不清 您说的门我都不知道 到时候您拿着剖了下来打钱的时候 使不下储子来 也就是要不着钱 那这一天呢 您就说书的艺人就只能是东撒月的蝎子 哎 恶遮 所以说呢 要念这么几句定场诗 有的呀是四句 有的是八句 哎 往往呢都是挥泻幽默短小精干 最后 啪 一拍这个小木头 也就是这个醒木啊 拢一拢着观众的耳音 台下一定睛就知道台上的先生啊 要开书了 所以说这就叫做定场诗 咱们这书馆呢 那不是正经说书的地儿 我呢 也不是一个正经说书的人 不是我不正经啊 是咱们这能耐 本事不是正经八百的 咱们呢 也不怎么说书 咱们讲的都是一个个的历史小故事 它跟这个评书的区别啊 就是叙事性强 人物刻画的少 咱们不敢啊 把人物刻画深楼 因为史书上通常不写这些 所以说咱们呢 在这儿也不敢多说 因为咱们讲的必定是历史 这文献来源呢 主要还是这个正史 和一些这个严实笔记 绝不能啊 以这个画本小说为标准 咱们原来啊 是不摔小木头啊 咱也不念定场诗 可是前一阵子 有老先生啊 给了我一本定场诗 我一看啊 挺好 一共啊 一百多首 我就想在这儿啊 给大伙展示一下 这种念定场诗的形式 今天在这儿呢 给您聊了半天废话 不能白聊 再给您饶一个 因为啊 下边咱们要念这首啊 和咱们开头念那首 上下呀 多少有些关联 哎 不信您听 朝臣带露 五经寒 铁家将军 夜渡关 身思日高 僧未起 看来名利 不如贤 这两首词啊 都是说清贤的 哎 看来这乾隆皇帝是注定要消停不了了 刚刚得来新疆大片的土地啊 眼睁睁着的阿姆尔萨纳呀 就造反了 挤队死了 两个驻伊利大臣 班帝和和荣安 那有人说 那你这还磨蹭什么呀 这乾隆皇帝不得赶紧发兵新疆吗 好收复失地啊 要不就前边这些努力不就全白干了吗 哎 这出兵啊 那是必然要出兵的 可是乾隆皇帝这会儿的心理啊 他有比这个出兵啊 有重要一万倍的事啊 得先干 那是什么事 比发兵到这个墨西蒙古 收复失地还重要呢 为了稳定这墨西蒙古诸部啊 现在乾隆皇帝重中之重 是赶紧再重新封这魏拉特布斯汗 一正准改尔部的时候 大清朝廷的部队刚一到新疆 这乾隆皇帝就封了魏拉特布斯汗 嘎拉藏多尔基呀 是这个绰罗斯汗 车铃呢 是多尔伯特汗 阿尔姆萨纳呀 是这个灰特汗 最后啊 这班珠尔啊 被封为了和硕部的大汗 可是这阿姆萨纳一叛乱的 这四汗一下子去了俩 那个说怎么去了两个呢 因为呀 这灰特布汗呢 是阿姆萨纳 和硕特布的汗王啊 班珠尔 那是这阿姆萨纳的弟弟 并且呀 现在这灰特布和这个和硕特布啊 并不是所有的部众 都跟随着这二位汗王叛乱了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 就得抓紧在第一时间呢 再封这个两部的新汗王 好把这人心呢 再隆起来 让那些部众啊 新乡大清 别跟着这阿姆萨纳和班珠尔兄弟啊 一起叛乱 于是这乾隆皇帝一到圣旨 就发到了新疆 绰罗斯汗呢 还是这个 嘎拉藏都尔纪担任 都尔伯特布的大汗呢 还是车灵 灰特布呢 就封了一个新汗 这新汗的名字呀 叫巴雅尔 和硕特布呢 也封了一位新汗 叫做沙克都尔曼纪 从这道圣旨来看呢 这乾隆皇帝呀 还算是英明 就凭这一道圣旨 封了这四位新的汗王 草原上叛乱的阿姆萨纳 这一下子就成了一只孤军 没人响应了 这接下来乾隆皇帝要做的 就是一边调兵遣将 准备出兵 另一方面呢 就要惩罚这次阿姆萨纳 草原叛乱相关有过之恩 这乾隆皇帝坐定在这个养心殿里 闭上眼睛 第一个想起来他要惩罚的 那就是他那个好姑爷 父母爷 色不疼巴尔诸尔 乾隆皇帝想起他来 这胳膊帮着嘴里的银牙都会咬碎了 没有你呀 我的好姑爷好额夫 出不了这么大乱葬 隐瞒不报也就罢了吧 你还同情这叛贼 你说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什么额夫不额夫的 国家大事 国家利益面前呢 朕没有亲切 朕只有国法 你这罪官啊 在朕这儿啊 就只有一个字 杀 于是后这乾隆皇帝啊 在这会儿 对这姑爷可就起了杀心了 可是呢 既然按照国法来办呢 就不能您这乾隆老佛爷 您这皇上一时前刚独断 那要大臣 要内阁是干嘛的 还得找这些老臣的 来商量商量 就当这乾隆皇帝 把要杀俄妇 瑟布腾巴尔珠尔这事啊 跟这些大臣一讲 别人还没说话呢 哎 就连呢 这瑟布腾巴尔珠尔 这位俄妇的亲媳妇的亲舅舅 大学时傅衡还没说话呢 有一位老臣 扑通一声就先给乾隆皇帝跪去了 这乾隆皇帝一看这人呢 不是别人 75岁的老臣 叫莱宝 这莱宝了不得呀 现在是太子太父 虽然呢 因为年纪大了 没有什么正经的实差了 但是啊 兵部刑部力部 原来都做过上述 所以说呢 在乾隆皇帝这儿 说话是相当有分量的 这老臣呢 跪在这个丹池前边 往前跪爬了两步 这史书所在 这老臣莱宝 跟皇上就说了一句话 这莱宝说呀 愿皇上念孝贤皇后 莫使公主 黎独之叹 那这黎是什么意思 黎就是寡妇的意思 这老臣莱宝说啊 您得看在这死去了的孝贤皇后的面子上啊 您也不能让您的嫡公主 故伦何敬公主 受这个寡居 孤独之苦啊 莱宝说完这句话之后啊 伏地流泪不起 这后边扑通通 又跪倒了几个人 这皇上一看呢不是别人 领头的正是内阁大学 是自己的小舅的傅恒 后边跟着跪去的 皇上一看呢 都是自己家的外戚亲戚 这傅恒这会儿啊 已经哭成个泪人 磕头如捣蒜呢 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那么说这傅恒和这群外戚大人们 都是为这个瑟布腾巴尔诸尔 这位俄夫求情吗 不是 这傅恒哭啊 是想起了自己死去的姐姐 孝贤皇后 她心里可怜呢 是远嫁他乡的自己的亲外甥女 顾伦和静公主 乾隆皇帝看到此种情景啊 也是不由得叹气落泪 为了自己的闺女啊 还是留这个色不疼一条命吧 正所谓是死罪以免的 活罪难容 消去爵位留在京城 不准再出俄夫府 是闭门思过 就这样的俄夫老爷呀 算是捡了一条命 都是亲王 他捡了一条命 可是有人呢 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谁呀 就是陪着阿姆萨纳一同进京 间接放跑了阿姆萨纳的 蒙古卡尔喀布亲王 俄林勤 多尔纪 给这位王爷呀 判决书也很简单 主要就是一步军机判断失误 还掩饰过失 所以呀判处死刑 不过呀 这乾隆皇帝念旗是成吉思汗 铁不真的后裔 于是啊 咱就别砍脑袋了 干脆呀 给个面子 白领赐死 其实也有人跟这乾隆皇帝说 您这样判的是不是过重了 乾隆皇帝说重吗 这俄林沁多尔纪呀 本是我扎斯克的亲王 班帝 看他老城池中 班是妥当 才让他陪同这阿姆萨纳进的北京 但是阿姆萨纳盼头之前 就有人跟他告密 说这阿尼要反 他不当一回事不说呀 并且阿尼反了之后 他不曾秦获消灭 到了北京城还跟我狡辩 说呀这阿姆萨纳是双亲王 我呢就是个单亲王 您看呢 这个人家手里有俩王 我手里就有一个王 连二都没有 所以说呀 管不上人家呀 这皇上说 批 我跟你斗地主呢 我啊 如此狡辩 还不该杀吗 并且 这阿逆叛逃之时 曾经把自己的印信 丢给了俄林郡多尔纪 这么明显 你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你就应该令 手下人的立刻将其擒杀 这阿逆也都跑了一天以后了 你才让人去追 你还好意思跟我这说说 表表公 如果传出去我没杀你呀 哎 这草原上的阿逆 知道了这件事之后 都得嘲笑我乾隆皇帝愚蠢 哎 就这么着 这俄林亲多尔纪王爷 一根白绳子 就在自个的王府里 找了一个粗点的歪拨树啊 他挂上了 那么这该罚的都罚完了吗 当然没有 在这件事情上 还有一个人 这乾隆皇帝 想起他来 这牙根就痒痒 并且这个人呢 他既不是乾隆皇帝家的亲戚 也不是这乾隆皇帝 封的亲王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 决定处置起他来呀 这回是怎么狠怎么来 抓回北京来呀 撕吧撕吧 我就要给你喂了鹰 那么具体是谁 又为什么招这乾隆皇帝 生这么大的气呢 咱们呀 明天 接着说